欢迎收听走边茶水间照亮你有钱有爱有意义的理想转瞬间 哈喽我是Zoe 你的生涯设计好闺蜜 没错我要回台湾咯 这个是非常热腾腾的消息 我超级兴奋的超级无敌开心 所以在今天这一集里面呢 我会跟你分享一下 哇这个决定啊 坐在这个时间点 然后坐得这么突然 背后的原因跟故事是什么 其实还蛮好笑蛮精彩的 然后我也会跟你分享 其实我的十月一整个月过得蛮水深火热的 所以有很多的事情都还在感受当中 那现在这个时间点 有点像是总算有勇气下定决心去做那些 我其实已经想做想很久的事情 所以今天就一样邀请你放下手边的工作泡杯茶 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吧 哇真的是好久不见 最近的你还好吗 最近我在追一些台湾的消息的时候 就一直收到好像放了很多台风甲 至少过去这三个月 有一些新闻看起来灾情是蛮严重的 所以希望无论如何以及无论你在哪里都是平安安全的 那我呢终于要回台湾啦 这次呢又将近两年的时间 我发现了我每次回台湾大概都是每两年这样子的一个节奏 而且其实买机票的这件事情是挺冲动的 我大概是上个礼拜买 然后呢我下个礼拜就要飞了 因此我们整个团队也都是 就是一个突然之间收到这样子的消息 所以大家也都非常紧锣密鼓的加班啊 思考要怎么样办一些活动或讲座 所以如果说呢你对于参加一些见面会啊 工作坊有兴趣的话呢 记得记得一定要趁现在这个时间点 赶快在我们Podcast的资讯栏找到相关的活动连结 我知道这个讯息来的蛮突然的 所以报名的时间可能也不会太长 但无论如何呢 我都非常希望还是有机会见到你本人 因此呢把握时间及早报名 希望真的有机会见到你 那我来说一说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如果你有听上一次大概301集的节目 应该就有听到我自己分享一些回到密西根 就是从西岸旧金山西雅图那边旅行完毕之后 然后回到家之后的那种好像有点忧郁 然后有点思乡的那种感觉 那那个时候呢大概是10月初 而一整个10月呢我都觉得自己在状态上面是有一点点那种 入秋忧郁忧郁的感觉 那蛮好笑的是我跟我先生的个性都是那种蛮变动的人 所以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概念 我们的方向想得非常的大 可是这些呢真的都是大方向 到我们开始要实际来执行的时候 都会有非常多就是突如其来的点子 所以搬家的这件事情 我不晓得你前阵子有没有跟到 但是我其实讲说我想要搬家去纽约 讲好一阵子了 其实好像是讲了一年 然后这一年呢我们就是在收集点子 在想想法 我们甚至想过说还是要把这个房子卖掉呢 还是我们要把密西根的这个房子租出去呢 还是我们要搬去墨西哥住六个月呢 还是我们就一起回台湾六个月呢 就是这些东西就突发奇想想来想去 然后就到了现在的这个时间点 也就是10月 我就开始在跟我先生说 OK做决定吧 我们真的要开始做决定了 不然这件事情是不会被顺利推动的 那其实我们一边在旅行9月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边在讨论 那当时的共识呢 就是我们希望呢 可以在密西根的这个房子 把它租出去 然后找一个可能短租的 所以就是大概找个两三个月的这种租客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是12月1月2月的时候 我就可以跟我先生一起回台湾 我就想说OK这个点子真的很赞耶 因为每一次要不就我自己一个人回去 要不就他跟着来 可是可能我先回去 然后他来 然后我们一起回美国 不然就是我们一起回台湾 然后我多待 他先回美国 就是类似这种东西 反正每一次呢 我先生都没有办法待很久 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然后我就想来想去 就觉得这次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点 因为这样子他或许就更有机会来体验一下 真正住在台湾或者是住在台北的那种旅居的感觉是什么 而不是每一次就好像游客而已 就倾听点水一下 然后见个家人就得快速的say bye bye 所以我们10月一回到我们密西根的家 我们就开始把房子做正式的整理 然后也拍了照 去找了那种property management公司 然后就是终于把他们刊登在一些当地美国这边的广告 就是租房子的那种广告上面 一开始两个人真的是很天真 就想说OK应该po了之后就好了吧 应该一切就是会这样子有人来问我们了吧 结果没想到我们不断的收到就是来问房子的讯息 问的时间点呢都是明年5月明年8月 这么超级9月以后的时间 然后我就一直想说 怎么都没有人会想要约下一个月就是12月 然后来这里短租的时间呢 我记得我当时还有跟我当地的一些朋友聊 结果他们都说我们实在是太天真了 就是没有人会这么的即兴像我跟我先生这种性格 说搬家就搬家 然后莽撞的就是下个月要去前一个月才找房子的这种事情 然后我听了之后也觉得天啊 我真的好像也是在这个部分井底之蛙了好一阵子 已经跟社会的那种常态非常的脱节 我其实有时候也觉得这似乎就是在家工作或者是远距工作的一个小小的代价 就是你没有一个职场的环境 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平常也不太看新闻 我们家也没有电视 所以我其实很少去接触这种主流文化通常是怎么在生活或在流行些什么 反正呢整个十月很有趣的就是因为我们租房子的这件事情一直很不顺利 然后好像只要你在生活中有什么不顺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跟你身边的人开始发生一些争执 那在我的身上呢就是我跟另外一半不断的因为这些事情起争执 这其实也让我开始看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跟他过往的关系 就是我们在一起九年结婚七年了过往的所有的关系 其实都是非常的顺遂的 我们两个工作都蛮顺利的经济也还OK 然后家庭的其他人的关系也都算是和乐融融 就不太有什么事情会让我们起争执 可是呢就是因为租房子的这件事情 我们算是起了一个从来都没有的很大的争执 就是因为我一心一意的非常希望这段时间就是可以回台湾 然后非常希望他可以跟我一起回来 所以我自己脑中在赚的一直就是我们就先买了机票啊 那有找到租客就租出去没有的话就算了啊 反正那个property management的公司他们会帮忙照顾房子吗 就是屋顶有什么状况啊或者是什么暖气有什么状况啊 他们应该都是可以来协助的吧 就我在这块也是想的蛮天真的 但是我先生的想法他就会一直觉得说 他希望是先找到租客了 先确定租期 然后甚至是说跟那个租客直接人跟人见到面 实际的跟他们走一遍房子的流程 我们再去思考什么时间点要回台湾 所以站在我的立场呢 我就会觉得说 我没有一定要见到租客啊 那些事情不就是全部都交给那个管理公司 带租管去管好就好了吗 但是站在他的立场 他就会认为 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当过房东 我们这个带租管公司也是当地打听的 其实我们也都是听说他们还OK 我们并没有真的知道他们好或不好 如果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当房东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真正的走一遍 所有带租管公司可能会跑的流程呢 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面是比较谨慎的 which I appreciate 就是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棒的 可是我可能很多当下整个十月的心情 就是完完全全的被想要回台湾的这件事情 给完全的笼罩跟绑架 所以其他事情我都觉得一点都不重要 那些东西一点都不重要 所以我会说整个十月是一种水深火热的情况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因为这件事情起了非常非常多的争执 然后这些争执呢 如果说我们马上就找到租客 然后马上就确定时间 那就算了 这样子呢我们就是马上可以去解决我们到底在争执些什么 可是重点是因为租客的时间呢 就一直是明年六七八月这种事情 所以就等于说我们的争执是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的 因此就到了十月的尾声 我就一直觉得说我有点点受不了这样子的状况了 我们在炒的东西一直是一个死胡同 好像没有别的切脚点 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就是认真坐下来跟他讨论说 哎还是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做法是这一次就牺牲你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回台湾 毕竟这也不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回去 然后待个一两个月 然后他自己待在美国 然后其实他很不想要这么做 老实说我也不想 因为我就觉得如果说我只回去一个月 顶多两个月的话 可能分开一段时间还好 小别胜新婚感觉也不错 可是如果说我是想要常待 就是什么十二月 然后一月二月 甚至到三月的话 我就觉得两个人的分开可能会有点太久了 那这就变相的压缩到 我真的能够待在台湾的时间 所以一样我们这件事情又讨论了好久 最后最后的结论呢 就是我去台湾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 然后他呢先自己待在家 就处理那些租客的事情之后 他去旧金山找他的家人 然后我从台湾飞回旧金山 跟他会面 跟他的家人会面这样子 所以为了这件事情真的是搞了好久 而且整个十月就是有种鸡飞狗跳的感觉 心神非常的不宁 可是一切真的好像就是在两个人有了共事之后 然后两个人就说好 OK那就是我回台湾 那我就买机票吧 的这一刻好像就和好了 跟好像心情真的就愉快很多 就是有一种真的决定下了之后的那个笃定感跟安心感 他是瞬间消弃了那些不确定感所带给你的不舒服的感受 那其实这件事情启发我蛮深的 他就开始让我在思考说 我的心头上究竟还有哪一些事情 是这几年这几个月或者是这一刻他想要被释放的 他想要我去做下那个决定来去消弭那种不舒服感 他希望我就是当机立断的就是现在做了这个决定 还有哪些事情呢 那那个当下我脑中浮现的第一个其实就是我现在的工作状态 其实老实说我想要转换工作状态想好一阵子了 各位一定不是第一次听我说 但是在2022年走到现在2024的末端 我其实做了蛮多不同的尝试 我尝试找过实习生 我尝试扩大团队 我尝试改了节目的风格 我尝试停了几周 我也尝试从原本讲品牌的经营 开始去讲一些沉浮实验啊 或者是生命智慧的事情 然后直到后来尝试了一周工作四天 尝试了跟团队不同伙伴 就是做其他的短节目 尝试不同的节目的风格 节目的节奏等等 就是一直一直不断的在尝试 可是我现在突然有一个很深刻 很深刻的声音是 我觉得我过去的一切尝试 它是带着一个想要找到方向的这个目的 这个用意来去开始一切的行动的 你可以说他的动机是不纯粹的 可是我觉得这些尝试是有非常多好处的 我也完全不后悔自己这么做 可是我突然意识到说 如果这一切的寻觅都只是为了想要找到什么 那我好像就错失了寻觅的真谛 也就是说在整个探索的过程当中 我像是在登一座山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可能会自认为 那个宝藏或者是那个我要找的东西 它就在山顶 所以我会极尽所能的 无论是去超捷径啊 无论是找什么样的工具 找什么样的前辈 就是想方设法的 让我自己可以快速的攻到山顶 可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它是建立在 我自认为保障在山顶上的这个动机 那后来呢 我有这个意识嘛 我就突然之间觉得说 这个好像是一个制约式的目标耶 我好像一直自以为说那边前方有什么东西 以及自以为那个位置 那个山顶就是最美最美的风景的位置 可是是谁这么说的呀 可能就只是我自己这么一厢情愿的认为的而已吧 所以呢我就开始改变了方向 因为如果我当初的策略是职工山顶的话 我可能是会措施非常非常多 去停留下来啊 在某一个地方多露营几天啊 或者是转个向遇见不同的人 遇见不同的伙伴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所以呢我开始就是把那个保障在山顶这样子的念头 给它划去 然后去跟自己说 但是呢其他地方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宝藏 我应该就是更随心所欲的尽情的展开 不要一厢情愿的以为只有那个山顶是最美的风景 每一个地方都有最美的风景 这就是我大概后期的想法 然后这样的想法其实我也觉得蛮美的 我也觉得我在这条路上是学习到非常的多 可是最近呢 我就是因为这一系列的乌龙鸟事 然后再加上自己有一些感悟 我又有了一个新的启发 我就突然之间意识到说 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的置换 就是保障位置的置换 或许是换了没错 可是底层来说 某种程度的我还是自以为某个地方有宝藏 所以我自以为也许不是在山顶 但是是在山洞里哦 也许不是在最高点 但是可能是在转角转个弯哦 就是那个好像我还是能够找到的那个念头 它是依然存在着的 其实有了这个领悟之后 我真的是突然之间觉得 天哪 原来这一切的探索 它都有一点点 治标不治本 它都是有种换汤不换药的感觉 我从头到尾都还是在找保障 我从头到尾呢 都还是以为我这么做 是有机会去找到方向 是有机会获得答案的 只是我的整个策略转换了 而有一段时间我也觉得感觉上还不错 而且感觉上那个心态 整个去感受自己的生活也是挺不错的 但是直到这一刻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看清 跟看透了什么的感觉 我在那一刻啊 就意识到说 如果我一直渴望我的工作 跟我的职业上面有很全面的改变 那我真的要付出的就是全面的放下 这件事情我真的是拖了好久 也想了好久 但是我突然之间意识到说 我其实从我第一次有这种感受的时候 它应该就是在告诉我说 我已经正式进入我的舒适圈了 可是我自己灵魂的深处的某一块 可能还是渴望是待在成长圈的 所以自己一直就是这样子 一直在舒适圈 然后又想要去成长圈 但是又想要待在舒适圈 但是又渴望成长圈 所以好多年的这样子来来回回 我终于明白的是 成长圈的出现呢 必须是在你放下 而且是全然的放下舒适圈之后 才会浮现的事情 我以前的感觉可能是 哦我有了这样的意识 所以我就放一点 所以我就放一点 然后可能我会慢慢的成长 我觉得也是有 只是那个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逐渐逐渐 因为我在自己的舒适圈 待得有点太久了 所以我就感觉 我的整个生命都被已知的一堆事情给绑住 就是已经知道的工作模式 已经知道的赚钱方法 已经知道的各种形式 我就觉得我真的好像没有在成长 然后我也觉得 这是我终于看清楚跟看明白的事情 我就是想要成长的 那这个成长呢 它必须要是透过 我有勇气跟现在的自己道别 我才能真的去迎接那个成长 老实说我知道要道别 知道好一段时间了 可是我就觉得我好像还是有勾着一只手指头 就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赫然的 把它这样子全部的放下 就是还有一点点依依不舍的感觉 但是现在太多太多的感受都让我明白 我真的必须要这么做 所以实际上来说呢 其实就是几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呢 就是我决定要把我自己的课程 Brain Your Life 这边画上一个真正的句号了 我在这个部分呢 可能会做最后一次的下架促销 就有点像是那种清仓大拍卖的感觉 不过这也是因为我想要来一场 我们Brain Your Life最后一次的实体同乐会 希望呢这一次的活动是可以让他非常的热闹 然后如果有最后一期新的学生想要加入的话 也可以来完整的体验一次 我们课程内部会员 就是学员一起分享 然后一起成长的社群的感觉 那第二件事情呢 其实就是节目这边了 我直到现在呢 都还是觉得我是喜欢做节目的 可是我可能的确会想要真正的休息一阵子 而不是一直不断的录库存 或者是想到要有新的来宾 要有新的更新的等等 因此我其实还没有太多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回到台湾之后 我可能还是会录很多我想要录的节目 而且我的灵感又通常是来得这么的突然 所以这一点我是不太知道的 只是我觉得那个道别的这件事情啊 可能真的是我会做一个比较大型的转型吧 或者就是真的变成想要录什么就录什么 想要什么时候播就什么时候播 那我所谓的道别 我觉得在这一块可能真的是一种给自己的允许 就是真正的允许自己这么做 是真正的打从心底的允许 我觉得以前我会这么说 可是它可能有点还是一种口头上的允许的感觉 可是现在的我是真的感受到 我的新的感受是跟这个允许的感受 终于有连接感的了 我终于体感上认同这件事情了 那第三个呢可能真的就是团队上面的调动了 我觉得过去这几年 我跟我团队的伙伴们都处得非常的开心 然后我们也都蛮有默契了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一直觉得 对团队伙伴们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 有的时候甚至会觉得说 我自己好像必须要对伙伴们的生活 对他们的家计负责之类的 然后就变成 其实我自己这边没有什么工作上的想法 或者我自己没有太多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可是我有时候会硬是去挤一些工作 让他们做 只是因为我可能需要付他们薪水啊 或者就是需要找事给他们做 但是后来我一直不断意识到的就是 我是卡住这一切最根本的原因 所以我会觉得我好像真的是需要换一个环境 而且是换一个不一样的职场环境 因此这个部分我就也真的是跟我的团队 就是好好的掏心掏肺说出口了 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超级无敌艰难的事情 但是我知道的是 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 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心里有一股很强烈的感受就是 有的时候我必须要先跳了 才能把降落伞的那个伞包打开 如果呢我不跳 然后我一直期待是可以飞起来的 那其实真的是一件很危险 然后甚至是办不太到的事情 所以这之后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是会想要不做自媒体一阵子吗 我其实都还没有很确定 可是我就一直觉得说 我感觉有什么东西要来了 我感觉可能有一个什么新的机会 要在纽约诞生吗 或者是说我会有一个新的点子 我会去创其他的业吗 我不太知道 可是就是一股很奇妙的感觉 我也不太知道要怎么说 所以很多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 可是我唯一知道的是 我好像真的必须要先跳了 我好像必须要先开始跑了 我好像必须要先让开了 我才能真的把那个伞包 这样子拉开去翱翔 因此这个点子啊 我记得我曾经也在其他集的结束 甚至可能是一两年前就分享过了 但是真实的情况就是 他从我第一次有念头到 我真的觉得自己准备好了 花了可能一两年的时间在那边预备 在那边跑步 在那边热身 挺不容易的 所以此刻的我心情感受上是觉得挺雀跃的 就是好像终于放下了些什么 终于放松了 而且终于要开始跑了 因此呢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啦 我其实应该听得出来还是有一点点语无伦次 我还在沉淀当中 所以希望呢 我有机会在台湾的见面会见到你 也希望呢 到时候可以有更多 比较梳理过后的思绪 可以再好好的跟你完整的分享 因此如果说呢 你还没有去报名有相关的一些台湾的活动 记得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下面 找到相关的链接 假设呢 你听完这一集的节目 有什么样的想法 或者是feedback 也欢迎你呢 直接到apple podcast 留下你的评论 希望呢 你可以为这个节目留下五星评价 然后记得在留言的时候告诉我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这一集 别忘了 你的人生可以有钱 有爱 有意义 你是你人生的负责人 你有权利 也有能力 去过你真正热爱的人生 我们下次见咯 我们下次见 frost